何炯,一个备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,不论是快的大本营还是你好星期六,他都展现出了出色的主持才华,收视率飙升,口碑也是极好。 你好星期六作为一档篷内综艺节目,却带来了全新的感受,其中的主题设计颇为有趣,特别是1790号主题,邀请了许多年少时喜欢的彩琳歌手,甚至让很少露面的徐松也亮相,让人仿佛穿越回到青葱岁月。 除了主题有趣,游戏新颖,节目最大的爆点还在于嘉宾阵容,下期节目邀请了四位男演员,他们都是当红实力派,首先是银访,因在天下长河中饰演何博陈皇而广受关注。 接着,白玉帆以及在山海情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无数粉丝,这两位男演员的回归肯定会引发观众的回忆杀。 同时,湖南卫视还邀请了杜江和于浩铭两位老熟人,于浩铭是湖南卫视培养的明星,而杜江则是陪伴妻子参加节目的老战友。 这两位演员近年来的发展都十分不俗,特别是于浩铭从歌手转型为演员,成就可观,让何炯见证了他的成长。 总之,你好星期六用创意和态度成功吸引了观众,尤其是嘉宾的精彩表现,让人不禁期待下期节目。 何炯的主持功力再次得到证明,相信他将继续牢牢占据湖南卫视的主持网座,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档综艺节目的更多精彩时刻。 节目的成功并非偶然,而是何炯及整个制作团队精心筹划和努力的结果。 你好星期六不仅仅是一档普通综艺节目,而是一次对观众情感的共鸣,让人在欢笑中产生共鸣,感受到温暖和情感的触动。 而节目制作团队也功不可没,他们不断创新,独具匠心地设计了有趣的游戏环节和精彩的节目主题。 每一期节目都入一幅精美的画卷,让观众沉浸在欢乐与感动之中。 节目的成功在于细节,无论是节目内容的把控,还是嘉宾阵容的筛选,都体现出制作团队的用心和专业。 除了节目本身,何炯在节目中展现出的人格魅力也是吸引观众的关键。 他一直保持着对观众的真诚和善意,这种善意也感染了节目中的每一个嘉宾。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,证明了一个主持人不仅需要专业素养,更需要有一颗善良的心。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众多主持人中脱颖而出,成为湖南卫视的王牌主持人。 总的来说,你好星期六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,更是一次对观众情感的震撼和共鸣。 它不仅让人们在快乐中感受生活的美好,更让人们明白了善意和真诚的力量。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焦虑的时代,我们更需要这样一档节目,给予我们温暖和勇气,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,感受生活的美好与真诚。 让我们期待,未来你好星期六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